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跑不掉 所以如果说你听完了今天这一讲 再在日本投资房产的时候 不管你通过谁来买 我相信对你来说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我们先讲一下大前提 因为我也在互联网上发布了很多的文字也好 视频也好 杠精太多了 你不加一车的定语 不加一百个定语都不行 对吧 我今天在讲之前 先把前面的定语先加几条 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建议 都是基于以下前提 投资者以投资收益为目的 而不是自助 也不是其他情况 杠精先绕道 如果说你是其他情况的话 投资者无暇做细节管理 非职业房东 对吧 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非职业房东 就是到海外去投资 99.9%的人都不是职业房东 所以职业房东请绕道 投资者已经明确投资公寓 而非其他的类型 就是这个投资者 已经明白我自己要投公寓了 你就不要再给我去争论 是投公寓好 还是一户建好了 我就投公寓 这个大前提 这几个大前提 可能还是不能涵盖全面 对于这些杠精高手来说 但是就这样吧 好 第一个坑是什么呢 你在日本投资公寓的时候 第一个坑是什么 混淆日本公寓的概念 这是第一个坑 日本的公寓分为三种类型 对吧 公寓 apart 塔楼公寓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公寓和apart翻译成英文都一样 都是那个apartment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混淆了 如果你对这个东西不懂的话 就有可能会被业者利用 对吧 他带你去看个apart 他告诉你这也是公寓 对吧 其实在日本人的这种概念里边 apart跟公寓是完全两个东西 什么样的叫公寓啊 有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就是公寓的典型代表 一般都是钢筋混凝土 或者说重量铁骨建造三层以上 有电梯 对吧 有一定的规模 有管理员 这样的时候呢 叫公寓 apart一般是指这种 木造的 或者说是轻量铁骨造的 建筑质量 是所有建筑里基本上最低 这个level的 然后呢 住的人呢 也都是相对来说社会的 底层人员收入非常低的 比如说学生啊 这个低保护啊 拿国家补助的这些人啊 低脚也非常差 说实话 塔楼呢 就是高级的工具 一般是指30层以上 对吧 然后呢 建筑质量也是最好的 一般都是重量铁骨 加上什么 也有这种钢筋混凝土一起的 总而言之 它是建造成本最高 防震级别最高 在城市中心 算是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身份的象征吧 如果说你住在这里边的话 甚至于说你到了这个楼里边 你坐电梯的时候 你按了一个38层 对面按了一个18层 你这马上就高人一等的感觉 就出来了啊 这个是真实情况啊 这个在日本社会里也是真实情况 所以先把日本公寓的概念先搞清楚 是你投资日本不踩坑的第一步 不是说这些谁好谁坏 是你投了apart 你就得去用apart价格去投 对吧 你投了公寓就用公寓去投 你投塔楼就用塔楼 你不能投apart用公寓的价格去投 是不是 这不就踩到坑里去了吗 这是第一个坑 要分清楚这个概念 第二个坑 夸大日本公寓的用途 因为前些年 用这个公寓来做民宿的人非常多 特别是在2018年6月1号以前 法规还没有严格的时候 而Airbnb平台上面 四个房间都可以上架去销售的时候 就产生了很多这样的情况 就是卖房子的时候就告诉你可以做民宿 只要卖一间房子告诉你可以做民宿 后来法律收缘了之后 很多的房子都是没有办法去做民宿的 你要分清楚 从城市的角度来讲 比如大阪是有365天经营民宿的这样的资格 但并不是说大阪所有的楼都可以 是吧 比如说你的房间的面积 它是有要求的 25平米以上 比如说你的消防要过关 它是基于酒店标准的消防 你要过关 那还有一些 就是老宅子 它面积也过了 消防也能过 但是可能业者在给你卖房子的时候 他就钻了个小聪明 我这标准都符合呀 卖给你了 你可以去做民宿 实际上 管理组合不允许他做 当你再去买完这个房子 各种标准都有了 去申请民宿的时候 管理组合不同意 你还是干不了 对吧 所以说一定要去搞清楚 你要在日本买的公寓的属性 它到底能不能365天来经营民宿 因为大家既然投民宿 肯定是想基于民宿的经营 来提高一些收益的 要不然的话投民宿干嘛 我直接投长租就好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 那么对于民宿的用途的区分就要做好 还有一种是180天的民宿 对吧 如果说你是申请180天的民宿的话 那还不如做长租 因为你经营时间太短 面临着法律问题一不小心 可能超时间了 而不超时间的话 你就赚不着钱 因为180天你怎么赚钱呢 所以都要分清楚 这个关于日本公寓的用途 这是第二个坑 第三个坑 核心地角的误导 对吧 首先从城市的角度上来讲 像我们一般推荐的就是东京大阪京都 其实这三个城市以外 我们推荐的很少很少 为什么 因为日本的这个城市非常集中 就关西圈和关东圈 是两个经济发展最好的区域 其他地方都在没落 对吧 人口也在减少 那你想一想 你投了这个地方 那是不是有风险 特别是一些偏远的旅游景点 收益极为不稳定 但如果说你有情怀的话 我就是要去投白海盗 我就是要去投冲绳 OK 你有情怀 你认清楚自己要投的东西 是OK的 怕就怕 但你根本没有搞明白这些事情 就顺着人家的推荐 你就跑到了那边去投了 投完了之后 自己就后悔了 这个就可能踩到这个 地角的坑里去了 这是关于城市的维度 另外是关于城市里面的地角维度 警方闹钟取静的陷阱 千万不要相信这个词 说我有一个公寓 在梅田的走路多长时间 坐电池多长时间 闹钟取静 你放心 闹钟取静会取一辈子 没有任何机会翻盘 因为日本它是私有产权 不是你想拆就拆 不是你想去给它改变用途 就改变用途的 这个太难了 基本上你买完之后 这一辈子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的 闹钟取静说白了 就是不够核心 这说简单一点 除非你是自己来住 对吧 你就喜欢这个环境 OK的 但是我们刚才已经讲大前提了 你就是来投资收益的 你就得去投那个闹的地方 是不是 你一定得去投那个人多的地方 不然的话你怎么赚钱呢 警方电车十分钟之内 到达核心地角的陷阱 这个也是很多的业者 在推广自己的楼盘的时候 经常用的这个话术 对吧 我们这个项目坐电车十分钟以内 八分钟就到哪了 哪了 在日本跟国内不一样 你十分钟可以到的地方太多了 它的电车太发达了 而且日本的这个商业区非常集中 你从一个真正的闹路取静的 这个非常非常安静的居住区 到非常非常繁华的商业区 可能就五分钟的电车时间 但是这两个地角的地价 可能会相差三倍以上 对吧 那我们在选项目的时候 本来你坐十分钟电车到煤田 那你那项目名称就可能会取成 什么什么什么煤田 对吧 你你坐电车十分钟到难波 你就取成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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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波 对吧 这都是一贯套路 不是说你不能买 但是你得清楚 它的价值不是煤田的价值 不是难波的价值 你得考考察清楚 它的真实价值到底是在哪个位置上 这个要搞清楚 第三个点 就是紧防高大上的项目名称陷阱 刚才其实也有讲过了 这个我们非常擅长 对吧 中国人非常擅长 起的名字特别高大上 跑到中国去 在中国开发楼盘 起的全部都是欧洲的名字 欧洲什么什么小镇 东方圣河西 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那个名字起的特别牛 什么什么华府 什么什么水岸 这种名字特别好 到日本之后呢 也是来这么起名 也起的非常非常高大上 全部都是欧美的名字 然后再配上 我刚才讲那个核心低脚 那个其实跟它八竿子打不着的 低脚名 那这个时候 看了他们的楼书 你可能就嗨了 一不小心可能就踩进去了 是吧 这是关于这个核心低脚的这个坑 第四个坑 这个是我认为目前为止最大的坑 就是这个坑你踩进去了 基本上没有翻身的可能性 其他的坑踩进去也还好 对吧 就是新房加华人加加承诺高回报率的大坑 这个也是在现在的这个市场上 99%的业者都这么干的 你从中国的任何一个华文的网络里面 去检索任何日本的公寓项目 日本的民宿项目 你检索出来的任何项目 你看一下他的项目介绍 都是这个模型 都是这个模型 什么模型呢 新的房子或者是七房 这是一个要素 其次有非常高的回报率 一般都是回报率六个点起 对吧 有更高的七个点八个点十个点都有 华人价 什么是华人价 就是比日本人的当地价格 要高出30%以上的价格 但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 很多的客户并不知道什么是华人价 他还觉得挺便宜的 因为他跟上海一比较 跟北京一比较 觉得这房子真便宜 来一栋 就这样的客户很多 那么在这些要素里边 你要去验证 我今天就跟大家去 分享一下大阪市场的情况 因为大阪市场是能够365天 做民宿的这样一个市场 而这样的市场就导致了 很多的业者都在大阪去开发 公寓民宿来销售 全日本销售最好的公寓民宿 基本上都在大阪 所以我讲一下大阪市场 大阪的这个市场 我们如果说给它分成 三个级别的地段的话 比如说道顿窟 梅田 南波 这种地段 你把它当成是一级地段的话 那正常的市场价是多少 正常的市场价 也就是我们推出的价格 正常的市场价 大家可以去这个日本的各个网络上去调查 一般就是八十 八十五 贵点可能是九十万日元一个平米这样的价位 新房子 如果是二级地角的话 比如说你再往下一级 日本桥惠美区 日本桥其实还蛮好的 惠美区大国厅 或者说再往其他的一些稍微偏一点点 但是也是相对比较繁华的地方 价格在多少 一般就是七十七十五八十 万日元一个平米 如果说是三级地角的商业区 比如说花园厅啊 各个这些都是 也发展挺快 但是其实是都属于三级地角了 那这样的地角 我们再去推出项目的时候 价格一般就是六十六十五七十 对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准 这是大阪市场的正确价格 就是你投资大阪的公寓民宿的时候 这样的价格才是正常的价格 但是华人价一般都会到多少呢 首先不管你在哪个地角 华人价低于一百万一个平米的几乎没有 你可以去中文的任何网络上去检索一下 所有的这些业者的项目 他们的报价低于一百万日元一个平米的几乎没有 有的话可能也是九十八九十七这种感觉 还是在疫情期间它不好卖了 可能降了点价 大多数的华人价格都在一百二一百三到一百五 这个区间里边 你搜出来这些项目书的时候 拿出来你看看他们的平均价格 基本上都在这个范围里边 如果说你跳进了这个华人价的大坑 你拿再高的回报率都没有用啊 因为这个回报率都是你自己的钱啊 对吧 你先用差价 给到你的服务方 你的服务方拿差价 每年再给你补回报 如果说它非常顺利的话 这个P2P的模式一直能够滚下去的话 你的回报一直能拿到 但是如果说它经营不善 投资失败 对吧 它就没有办法给你这个回报了 那你的这个房子 想再拿到这样的回报是不可能的 你还想按照原来的价格再转手卖出去 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已经比市场价贵这么多了 对吧 等你转手的又变成二手房了 谁敢买呢 所以这个价啊 这个坑啊 非常大 千万跳到哪个坑里去 都不能跳到这个坑里去 我这边做了一个例子啊 一套房子是1000万日元 年租金是60万 那么这个时候年的表面回报率就是6个点 第二套房子呢 是2000万日元 年租金是180万 年表面回报率就是 9% 9个点 那么很多的客户在看到这两套房子的时候 如果他还没有那么缺钱 比如1000万就是60万人币 2000万就是120万人币 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的话 我都能买 你让我买个几十万的我也能买 你让我买个100万的我也能买 甚至你让我买两三百万我也能买 但是这个回报率是9个点啊 这个回报率是6个点 我当然买这个了 对吧 很容易就跳进去啊 我一定会买这个了 但是这两套房子实际上是一套房子 的两种卖法 对吧 我拿一套房子 用两种卖法去卖给你 你觉得你还赚到了便宜 实际上我已经赚了你1000万的差价 这个就是这个套路的 叫什么 背后的理论之称 那么类似的坑 二手房玩出新高度 其实跟着差不多 二手房加上华人价加上甲租 这个比刚才那个 其实坑的这个严重程度差不多 只是说它的涉及的金额 可能会稍微小一点 因为毕竟是二手房嘛 二手房的面积也比较小一些 但是这个坑的严重程度 真的是一点都不小 而且它的性质会更恶劣 前面那个还是说 我承诺一个高回报率 我来负责运营 然后我就努力给你去回报 对吧 我只要资金额不断 我为了维持我的信誉 我还能努力给你回报 这个就比较恶劣了 这个是在卖房的时候 直接给你造一假的租约 因为本身就是二手房 它也没有什么可运营的 这种可经营民宿的这种 这种故事可给你讲 它就只能用高回报来勾引你 这个高回报呢 就是一个假的租赁合同 它在日本随便找一个日本人的名字 然后签上字 告诉你 你看这有这个 有人入住啊 这个租赁合同好好的 人家也住在里边 回报率这么高 你买完了之后呢 它大概会在三个月以内解约 三个月以内解约 是比较常态的 稍微有点良心的呢 可能会坚持个一年 跟你解约 因为它赚的差价 它觉得回的差不多了 它就跟你解约了 你也不会觉得它骗了你 你想 哦 它都给我这个租金付了一年的 肯定不是假的 对吧 实际上这里边都是套路 这样都算好了 全是你自己的钱 对吧 随便加个一倍的房价 给你付一年的房租 不是很轻松吗 付两年也行啊 对吧 这个是关于二手房的一个坑 第六个坑 这个职业房东的骚操作 这个 怎么说呢 他没有错 他做的没有错 但是呢 不适合咱们的绝大多数的投资者 这个是关键 职业房东是什么特点呢 就是他对日本非常熟悉 他就是专门干这个的 满世界溜达找那些便宜的 破破烂烂的房子 以最低的价格买下来 然后收拾一下 清扫一下 修修补补 自己亲自上 租出去 超高回报率 能不能做到 他能做到 但是绝大多数的 我们的这些海外的投资者 他是没有能力做到这件事情的 所以呢 很多的人就通过这种方式 去宣传自己的理念 宣传自己的产品 把一堆我们 就类似于这种房子 放大给你们体会一下 就这种感觉 放不了大 是吧 就这样吧 日语里有一个词叫 哺啰啰啰啰 他们就典型的 诠释了这个哺啰啰啰 是什么意思 就真的是破破烂烂 这样的房产 所以他们的打法 我认为 他们都不是投资 他们在做一个生意 说的再难听一点 他们没有钱 他们不是在靠钱生钱 他们是在靠自己的智慧 靠自己的劳动力 靠自己的时间在赚钱 对吧 他跟我开一个拉面馆 我开一个什么小店铺 是一样的性质 他是在做生意 他并不是在做投资 所以你要分清楚 你是来日本投资的 还是来日本做生意的 对吧 你要真有这个功夫的话 你可以去做 但如果说你要是来日本投资的 想保值的 对吧 想赚取一定的资本 躺着去收益的 那这条路是不适合你的 这个一定要注意 那么我再说一下 我不否定任何一种类型的 不动产的价值 就是你投什么样的都可以 你投那个破破烂烂的也可以 但是你要用破破烂烂的价格投 对吧 破破烂烂的房子就值100万日元 你就用100万日元去投它 可以 没有任何问题 怕的就是你把一个值100万日元的房子 花了1000万去投 对吧 怕的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价格的坑是最大的坑 然后奉劝华人家的商家回头是岸 在一个良币可以存活的环境 没有必要做一个劣币 对吧 你良币可以存活 为什么非要去做一个劣币呢 让人家看不起你 是吧 然后进而进一步的看不起你整个族群 然后来歧视你这个族群 我们过去的这个课程里边也有讲过 为什么别人歧视你 对吧 就是因为歧视你的行为 我们今天所受的这些歧视 都是我们的前辈们过去赚的便宜 那么奉劝职业房东啊 不要炫技误导人 你的那点 这个叫什么know how 就是你的技巧啊什么之类的 你就自己好好的赚钱就行了 对吧 你那个不可复制 你牛逼 行不行 大多数的投资者都比你有钱 不好意思 这个是个现实 只有没钱的人才会这么干 对吧 所以你不要去炫技 你努力赚钱 当你有一天有钱了 你就会发现自己之前挺傻逼的 对吧 你赚那个钱太辛苦了 人家是躺着赚 你累得像什么似的赚 对吧 你不小心补个房顶 还是不小心摔下来了 何必呢 是不是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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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